哈喽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可以赚点小钱的小副业 就是每个月可以赚个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的这么一个小副业 因为最近这几年咱们经济大环境,我就不在这多追溯了 各行各业其实都不太好干 然后咱们有一些朋友们收入也不是那么稳定 然后心里头就是有点不那么安 然后想通过业余时间挣一些外快,补贴家用 其实现在来说我也不建议大家有什么投资 包括股票,包括虚拟币,包括那个 哪怕是做生意什么的,我都不建议大家投资 因为钱不在这儿,钱不在这个蓄费池中 你做什么都不挣钱 大家都知道美元加息嘛 就是美元它的这个利息每年百分之五点几 大多数人都把钱兑换成美元存在境外的银行里了 也就是说这些钱都走了 包括这些年在咱们国内赚到一些钱的富豪 有钱人,他那个拿着钱去外国了 有去新加坡的,有去欧美的 大家都知道这钱都从这池里抽走了 你再怎么努力也挣不到钱 所以呢,这一两年呢,其实还是轻资产创业比较好 不要去大把的投钱 那么咱们言归正传啊 就是说做什么呢 就是说之前我做过就是说这个调查问卷挣钱 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啊 就是说比如说易普索啊 有一个大的这个调查调查问卷公司叫易普索啊 他呢就是说有一个网站你可以注册 注册完了之后呢 提填报你的个人信息啊 姓名啊年龄啊 你的职业啊收入啊 在填报这些信息的时候呢 你把你的职业和收入给它美化一下啊 就是高大上一下啊 你职业弄的显得就是经理啊啥的那个 对吧 这个级别的 然后收入不要低于月收入不要低于两万 当然这些东西你可以随便填也没有人去审查 然后这个公司呢 会去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每隔一段时间的给你一些调查问卷 这个调查问卷呢 其实主要来自于一些公司啊 商业公司他们要推出一些新的产品啊 或者一些新的服务啊 然后向你询问一些对他们这个产品和服务的一些建议啊 这个呢 作为一个调查问卷呢 其实能带给你一定的收入啊 当然你要多做几家公司啊 多注册几个网站 这样一个月算下来 其实可以挣个几千块钱啊 当然这个 怎么说呢 还有他不光是线上他还有线下啊 线下我做的时候管这叫开会嘛 啊 你像有一年之前 嗯 就像我有孩子孩子还小那一年 呃 有一个奶奶瓶的这么一个品牌叫贝钦啊 他把我们这些有孩子这些家长都叫去了 他在中国市场要推出一款新的奶瓶 然后他把这个奶瓶给我们了啊 让我们拿回回家之后呢 就用他们给我这个奶瓶给孩子充奶啊 喂奶 然后把这个每天给孩子喂奶的时间 他就给了我们一张表 每天给奶给孩子喂奶时间次数 即每次孩子喝了多少毫升都清清楚楚的记录下来啊 然后那个大概是两周的时间吧 就记录这个 然后两周之后把这个奶瓶啊 这个我们填写的这个记录表都要交上去 然后给了我们两千块钱 每个每个每个人啊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很好操作啊 就是你哪怕回家 你这个奶瓶你也不用啊 你你那个什么 你就再交回就是你找个水给他涮涮 就制造出来一个这个使用过的痕迹 那个记录呢你凭自己的感觉 凭自己的想象随便填也无所谓 然后还有一次呢是菲利普公司啊 他推出了一个最新款的手动体虚刀啊 当然这个体虚刀那会一直没有上市啊 嗯就是一个刮壶刀 然后他这个刮壶刀 刀瓣这里头啊是一个真空的啊 里头可以填充什么的 填充刮壶褶里啊 你只要一按 他那个顺着刀头那就挤出这个褶里泡沫 然后你就刮和挤 一边刮一边挤这个泡沫啊 就是一体的啊 当然现在市面上我也没看没看见 他推出这款刀 但是那会我作为就是说 替他们尝试这款产品的这个小白啊 小白鼠啊 我我帮他们去试验了 差不多也是两周啊 就是呃也是给我一张饼 每天几点起床 几点刮的胡子 刮了多长时间 对于这个呃体虚刀这个使用的感受啊 舒适度啊 有没有刮流血啊 刮的就是疼不疼啊 什么的 你记录一下啊 两周的时间给了一千五百块钱啊 当然这个是时间长点 又能短期的一个呃会议 就是我们管这叫开会啊 就是有一次小米公司呢 他新出了一款手机啊 就新出了一款手机 然后他把我们叫到一个写作楼里边啊 其实就是这种嗯 做调查访问那种楼 然后呃 把他那块新手机呢 就放到我们面前 然后让我们去适应适用 然后对我们提出一些问题 就是主要是对这些款产品的满意程度 然后以及一些呃缺点 比如说这个屏幕大小啊啊 比如说这个流畅程度啊啊 比如这个画面的这个 包括这个对吧 方方面面制作的这些东西啊 给他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啊 然后大概整个开会的时间用了两个小时 然后给了五百块钱啊 嗯 这个其实这个收入还是可以的 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 这个收入是OK的啊 也不累啊 也不像说因为你要跑滴滴送外卖 你想你两个小时可挣不了五百块钱 对吧 而且你要是说通过滴滴啊 跑滴滴送外卖挣五百块钱 那你付出的辛苦挺大的 对吧 像这个还是轻松一些的啊 嗯 然后主要记住的就是说 你把你的职业和你的收入包装一下啊 你不要让人觉得一下 你就是个屌丝一样 那人家肯定要排斥你的啊 不带你玩 包装一下啊 其实当你做这个行业做大了 或者说做的时间久了之后呢 你可以去拉人头 就是跟这些调查公司啊 建立一些长期的合作关系啊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 你去帮他们找啊 比如他们今天说我需要十个人 这十个人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约收入一万块钱以上啊 然后都是男性啊 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什么的啊 你可以帮他去找 对于这个学历他们不会查 对于这个收入他们也不会调查 当然当然这个年龄倒是没法去隐瞒 因为你做这个呃 到那个公司去调查的时候啊 他们可能会要记录你身份证的 啊 记录你一下身份证 身份证就记录着你的那个年龄嘛 这个是没法去操控的 但是学历和收入 他们不会去深入追究的 你只要告诉他们 你可以约入过万什么的 你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如果说你每能帮公司拉来这儿 一个人可能一个人头能给你二百块钱吧 比如说一个会他们需要十个人 那你找过来这十个人的话 就是两千块钱啊 其实你要手里头有固定这么一批人的话 啊 问他们要不去利用业余时间挣点钱呀 挣点外快呀 对吧 你要建个群什么的 每次需要什么样的人把这个消息往群里发 想去参加这个会的人呢 就跟你联系 当然参加这个会的人每次有三百到五百的这么一个收入啊 然后 但是你 但是你 你挣的钱更轻松嘛 因为你是负责拉人头的嘛 你只要拉来十个人 这十个人准时准点到达这个开会现场 你两千块钱就到手了 然后你你比如说你一个月不是一个一周 你要少的话能组织这么两三次 那你就是六千块钱一周啊 四六两万四 那就是两万多块钱一个月的月收入 而且这个活挺轻松的 只要你能招来人就行 其实人很少好招的啊 你只要把这个说这个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明白了 很多人愿意挣这种外快 然后就是这个刚才最开始我说这个网上问卷调查啊 他们就是也会有一些新的产品啊 或者说一些新的服务新的创意啊 需要在网上去寻找一些呃 被受访者的这些建议和意见 这个问卷呢 你就可以通过网上去完成啊 他们有一些问题啊 基本上都是选择题 然后你选了点下一步 然后就是下一个问题 然后问你一个问题 底下有几个选项啊 然后你选择你想表达那个选项 然后再点下一步 最后直到把这个问卷全都填完之后 最后点完成提交啊 然后呢 因为这个问卷调查公司呢 有国内的 也有国外的 国内的可能收入 就是说给的费用相对低一些啊 可能每次给个几块十几块 然后国外的可能能一次问卷 能给个二三十块钱 甚至更多 每次问卷的时间 就是你完成这个问卷的时间 在五到十五分钟 这个这个时长 啊 然后 对 然后你多注册几个网站 然后他们支付方式 有的是会把钱 转到你的某宝 或者某信里边 啊 有的是转到那个叫PayPal账户里头啊 有的甚至他们 因为他们调研机构是在国外 他们会从国外给你一张支票过来 啊 你拿到这张支票就到银行 你就说把这张支票给我编线 啊 因为支票他 上的写着多少多少钱呢 嘛 你他要脱收 你帮我把这个支票脱收一下 这个专业术语 当然你记不住这个词的话 你就说把这张支票给我编线 啊 上面多少钱 你我我要把它现金变成现金 我要取走 或者存到我的卡里 都可以的啊 其实你做这个 如果说你真的你勤快一点做的话 一个月超过五千块钱的收入是有的啊 因为这是我是你的副业吗 啊 其实贴补一下家用啊 就当给大家每月添点菜钱还是可以啊 这个呢 就是说我对大家就是目前咱们作为普通人来说啊 就是说想做一个呃兼职挣一份外快的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个建议啊 因为我自己呢 平时有时间呢 我也在做啊 所以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啊 希望呢 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经济寒冬这一个阶段呢 大家能够呃一一样抱团取暖吧啊 咱们把这个贡客时间啊 把这个这这这个经济低谷期咱们给它熬过去 我觉得今年经济复苏还有点难 怎么着就得看明年了 就是2025年啊 呃 如果说你有什么其他的转外快速的呢 咱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聊一聊啊 因为现在确实呃有有经济状况的兄弟们确实挺多的 好吧 今天视频就讲这些 拜拜